我是佩琪 这是我的弟弟乔治 这是我的妈妈 这是我的爸爸 小猪佩琪 恐龙先生弄丢了 乔治最喜欢的玩具是恐龙先生 恐龙 乔治最喜欢恐龙先生了 有时候乔治喜欢用恐龙先生吓唬佩琪 太吓人了 吃晚饭的时候 恐龙先生坐在乔治身边 这是谁发出的声音 是你吗 乔治 还是恐龙先生 恐龙 洗澡的时候 乔治和恐龙先生一起洗 晚安 佩琪 晚安 妈妈 晚安 乔治 晚安 恐龙先生 乔治睡觉的时候 恐龙先生和他睡在一起 乔治最喜欢的游戏就是把恐龙先生扔到空中 在他掉下的游戏 在他掉下来的时候把他接住 乔治 乔治 出什么事了 恐龙 乔治 乔治 你把恐龙先生弄丢了 乔治把恐龙先生弄丢了 不用担心 我们会找到恐龙先生 我们会找到恐龙先生的 恐龙先生在什么地方呢 看来恐龙先生真的很难找到啊 哪里都没有看到恐龙先生 乔治 你最喜欢把恐龙先生扔到空中了 我想是不是你这一次把恐龙先生扔得太高一点了呢 在那里 在那里 是我先看见他的 干得好 佩琪 你真是一位出色的侦探小姐